大家好,我是Stan 是韩国对黑社会黑帮的称呼 而1990年是韩国黑帮组织的繁荣期 当时的韩国总统Ru Teo宣布与犯罪组织全面斗争 导致在全国各地做尽坏事的黑帮组织全面挖解了 但是6年后,黑帮组织又死灰复活 占领了地下世界,让老百姓们都非常不安 而在这个时期,以韩国木普市为地盘的黑帮组织 因为惹了不该惹的人,而导致组织挖解 甚至还让全国的黑帮组织跟着被挖解了 所以这个不该惹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楚霍音,在木普进一家小公司 所以一个平凡的上班族是怎么样让全国的黑帮组织都挖解了呢? 每天都过着平凡生活的楚霍音 在1996年6月22号,与职员们一起去了木普的一家夜店聚餐 大家辛苦了,尽情享受吧! 正当大家都喝得非常愉快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问题 等一下,怎么这么贵呢?不应该是这个价格啊? 现在是在坑我们吗? 楚霍音向服务员强烈的抗议 而后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但是这里是在木普势力最大的黑帮管理的夜店 很快就有20多名黑帮人士走出来 群偶了楚霍音以及他的职员们 被打到三个肋骨骨折的楚霍音 因为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又去了这家夜店抗议 要老板出来向自己道歉 只要来公司向我道歉,我就不会再计较了 不难想象,这些话对夜店老板来说是多么的傻眼 老板与手下们再次殴打了楚霍音 甚至在第二天还去了楚霍音的公司捣乱 威胁楚霍音,在职员们面前羞辱了他 都到了这种地步的话 普通人应该都会放弃要求道歉 甚至是不想与他们再有任何接触了才对 但是楚霍音没有放弃 他向检方提交了起诉说 详细地告知检方自己所遭遇的事情 但是,黑帮去找了楚霍音的弟弟 用烧酒瓶打破了他的脑袋 逼楚霍音撤回起诉 在多次被殴打被羞辱家人受害后 决定一定要报复的楚霍音 做出了超乎意料的行动 在楚霍音的弟弟被殴打三周后 幕府规模最大的一家新闻报纸上 登在了一则炸了三分之一版面的大型广告 广告标题是 献给总统的请愿数 这是楚霍音自费花了几百万韩币后上传的请愿数 而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总统你在看吗 我在夜总会聚餐是被黑帮打了 即使报警,即使向检方起诉 也没有受到道歉 反而还遭到了报复 这个国家是否还存在争议呢 我会跟黑帮组织抗战到底 如果因为他们的报复 让我失去生命的话 希望能有其他民众继续这个运动 楚霍音的这个请愿说 马上就被首尔的大型新闻社报导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 而当时的韩国总统庆明昌 也亲眼看到了报纸上的请愿广告 大发雷霆的庆明昌总统 召集了内幕部长以及警察厅长 嘱咐他们快速调查这个案件 依法制裁 然后也给楚霍音写了一封信 表示会解决这个案件 也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在庆明昌总统下达命令的两天后 幕部警方透过大规模搜查 逮捕了欧达楚霍音的 幕部夜店黑帮组织20多人 庆明昌总统更是宣布 在全国实施第二次 与犯罪组织的全面战争 让当时韩国250多个黑帮组织 都濒临灭亡 两个月后的1996年9月 楚霍音站在法庭上 说出了令所有人都惊讶的话 我之所以发出这个情愿说 不是想让加害者收到惩罚 而是想要警惕大家 多关注一下这样的暴力行为 并想要解开争议与真相 然后他在接受道歉后 原谅了加害者们 在黑帮组织的暴力威胁下 没有失去勇气 亲自向总统发送情愿说 将全国的黑帮组织 挖解的市民英雄楚霍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